全球暖化和本地城市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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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引致香港出現暖化現象 看回天文台資料顯示 1885年至2019年之間 香港年平均氣溫的上升速度 平均為每10年上升 攝氏0.13度 在20世紀後半期 平均氣溫的升幅加劇 在1990年至2019年間 平均每10年上升攝氏0.21度 可以見到這30年期間 香港的酷熱天氣日數明顯增加 所以 每10年上升攝氏0.21度 這個數目聽上去是一個小數值 但其實影響都頗大 現在已經影響香港的氣候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了 為了減緩氣候變化 我們有責任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實行減碳 以減慢香港甚至全球的暖化速度 那何謂減碳呢? 現在就教你由衣、食、住、行開始著手了 減碳之旅的第一站由衣開始 買新衣服緊記3C而後行 想想自己是否有需要 新衣服又是否可以和其他衣服做配搭呢? 現在坊間還有二手服裝店 有齊不同的Style 大家不妨可以去看看二手衣服 穿上身一樣的Fashion 大家的舊衣還可以循環再造成購物袋 做完記得拿出家用 這樣就可以用少些膠袋了 第二站是食 各位大廚記得吃多少、煮多少 最重要是省錢資源 又不用浪費食物 這樣就完美了 大家還可以去購買時令和本土食材 不單因為食物新鮮美味 也因為他們使用較少的包裝材料 還可以減少因為長途運輸所造成的 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 第三站我們來到住 在家或公司的冷氣溫度 最好設定在攝氏24至26度的最佳水平 你會覺得是一個舒適的溫度 而不覺得是很冷 使用冷氣機的時候 還要記得關門窗 還有最好購買有一級能源標籤的冷氣機 和其他電器 那就更加節省電了 話更快就來到減炭之旅的最後一集 大家平日上班上學 盡可能都可以選擇行路或踩單車 對環境和你的身心都有益 如果路途遙遠 我們就可以選擇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 這樣就可以減少私家車的碳排放 最後和大家科普一下 香港若有三分之二的溫室氣體排放 是來自發電和煤氣生產 所以要做到低碳生活 最重要是平時要省電 再配合衣、食、住、行四方面 就可以做到低碳達人 那種床的地方 在三篇期間 是如何適合七分之二的溫室